我们仍要认清自己 前提是要认清更广阔的东西 而更广阔的东西 最有力量的一个承载者 就是经过时间的洗礼 留下来的这些经典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 哲学思维的训练 那经典对我们来说 很多时候是死的 这个哲学怎么强调 都不过分 逐段逐句的 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各位好 我想给大家带读的这本书 叫哲学的历程 我认为这本书 是现在我们能见到的 各种各样的 西方哲学史的教材 或专注当中 非常好的一本 这本书的英文名的意思 是一个思维的发现之理 哲学就是我们 随着我们的研究的进展 我们的思维 不断地展开的过程 随着思维的展开 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 那些令人惊奇的智慧 这就是哲学的历程 这本书的书名的 简单的一个解读 那这本书呢 中文版翻译出来的 是第四版 第四版 我是挨着把这本书 给大家翻一翻 好 首先是这个 《易者序言》 那《易者序言》 我就不展开了 好吧 《易者序言》就不用展开了 然后是一个前言 前言我觉得 还是给大家说一说吧 好吧 那我们就 现在就正式地开始 按照这本书的一个内容 逐段逐句地 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或者代读 他说本书产生于 几十年的西方哲学式教材 教学 那看当作者 他本身是一个教学经验 非常丰富的 一个哲学史的老师 那一个老师呢 对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要充满热爱 所以说呢 这个老师说 他说我热爱这门课的教学 也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 哲学史这门学科 非常的有用 他发展了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的技能 这是哲学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发展我们的批判性的 或者审辩式的一种思维 那与这门课程同行一段时间 并且要追随那些伟大哲学的 辩论的正反两方面的步调以后 学生们才开始能够觉察到 思想家立场的假设 强度问题和意运等方面的某种突破 实际上就是学生和这些伟大的哲学家 一同去思考 追随他们的思维逻辑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正和反的两方面 而不仅仅是直于一端 不仅仅是说我固化某种立场 而是要学会表达和倾听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观念 形成了这种思想的冲击和激荡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我们才能够实现某种突破 而且呢 哲学史给学生提供了重要的 术语学说范畴和批判性问题的储备 这个术语学说范畴和批判性问题的储备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都说哲学就是语言的游戏 而这个语言的游戏呢 在哲学里最重要的就体现为 对概念或者对关键式的这些语词的 一个准确的定义和思考 这是逐渐展开的一个过程 那因此呢 他们才能够理解这些术语和问题 在历史文学心理和政治 甚至电视上遇到的那些密集的观念 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各方面的事情 方方面面的这些问题 包括新闻事件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琐事 处处都是哲学 每一个人哪怕日常的这些行动的背后 都有着观念的这样的一种展现 所以说他说的是 我们会遇到密集的观念 只不过呢 我们是倒在日用饮食之间 我们这个日用而不知而已 而哲学就是把我们这些熟知非真知 日用而不知的东西 给它呈现出来 那他说教哲学的回报之一 是看到了如下的情况 也就是当学生在一个或多个历史上的伟大心灵中 发现了相似的精神 相似的精神 发现这些心灵 以他们自己对荒谬和合理的评估一致 他们就发展出对自己的心的自信 这是哲学的回报之一 就学生一方面突然发现 哇 原来我的这些观点 和历史上的那些伟人 名人 伟大心灵的观点 居然是一致的 然后他对自己的这个判断 就有建立了一种自信 那另一方面呢 通过让学生接触到害人听闻 令人着迷 使人困惑 让人希望 令人不安 引人入圣 让人困惑 令人振奋的 各种各样的陌生观念 哲学史又帮助他们 重新获得了孩子般的好奇心 教他们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 这里面的关键词是 孩子般的好奇心 就是我们知道成年人的 成年人的一个心态是 当我们碰到陌生的 这些观念的时候 成年人会发自本能的 出于一种自我保护 就开始要抵挡这些 陌生的观念 或者兴起的观念 而一个孩子呢 所以说孩子为什么是最哲学的 而且孩子面对这些新的问题 他是充满好奇的 他会用心得眼光看待世界 所以哲学实际上是促使 或帮助我们打开自己的心灵 而不是固化我们的心灵 这是第二个 最后在整个哲学史当中 学生们经常发现 解放性和挑战性的观念 引领他们走上 在正门课开始时 甚至不存在于他们概念地图当中的 令人兴奋的道路 就是哲学或者人生 都是不断的迎接挑战的过程 在挑战的过程当中 我们获得了心得解放 所以哲学永远在路上 这个作者因此总结说 我希望这本书将是这种理智之旅的 有效的航行指南 它是我们的一个思维的 不断的航行和冒险的过程 这是前言的第一部分 接下来他要交代 指导这本书写作的目标 他说教授一门课许多年以后 教师们开始产生一种 理想的教科书的感觉 那什么是理想的教科书呢 对于我一个良好的哲学史教科书 应该达到这样的目标 首先要使得哲学家的观念 对于一般人尽可能的清晰和易于理解 我们知道这些哲学的经典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一直到康德黑格尔 一直到今天的什么福科 这个德勒兹等等 那他们的这些样的一些哲学家的观念 基本上是非常的晦涩的 但他们的表达 实际上在他们的论理逻辑系统之内 是非常的清晰的 而哲学的教科书呢 就是要尽可能的让这样的高深的观念 飞入寻常百姓家 尽可能的清晰和易于理解 所以一本对学生友好的哲学书 而不是具学生于千里之外 它不应该读起来 像包含着密集而额要的事实信息的百科 全书式的文章 所以这里面所谓的这种清晰和易于理解 并不是说我们去找百度百科 去通过网络的深索 去发现大量的这种事实信息和破碎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 不是的 所谓的清晰和易于理解而是说 能够让学生在这样的哲学思维的训练当中 养成了一种清晰思考的习惯 哲学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知识 不仅仅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好的教科书呢 它要提供策略 清理哲学史上遇到的好凡的对立的观念 我们知道哲学史就是异常又异常的这种争论史 这些哲学家们谁都看不起谁 或者都是不断地跟先前的这些哲学家在进行论战 那因此呢 它会提供浩如烟海的这样的一种论战的这些过程 那一不小心我们就陷入其中 就见数不见零 所以它需要一种策略 而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的清晰 就每一章论述到这些哲学论战的时候 它会以解明而要清晰的方式 把那种对立双方的核心的真点展示出来 所以就是提供策略 第三在专业的精确性 异于理解的范围和广度 解释的深度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我们今天很多人做文章 或者进行教学的 往往是要么是深入深出 要么是浅入浅出 要么是糊里糊涂 而这位哲学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首先要强调专业的精确性 你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传达你的观念 首先你的概念 你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是要精确的 而且要有理解的范盒 异于理解 要保持范围的广度 那不能弄得太狭窄 因为哲学是培养一个通人 是培养大家健全的一种哲学思维的 而不仅仅是一种某一个点的一个专家 是吧 然后在解释的深度之间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深入浅出 找到一种平衡 下一点是 好的教科书它要传达 哲学不仅是关于基本问题的意见集合这个事实 而且要理解哲学家的论证 是吧 和结论 换言之 哲学不仅仅是各种各样的opinions 不仅是各种各样的一种意见 是吧 我们很多人讲成的一种坏习惯 就是说 看任何书就慌忙地去找 这个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他想推出什么结果 其实在很多时候 论证的过程和结论一样重要 甚至在我看来 很多时候哲学 它是不负责提供固定的结论和答案的 哲学的论证的过程 思辨的过程比答案甚至更加重要 这是又一点 下一点 下一点是说 他要鼓励读者评估所讨论的思想 就是我们在理解了这些西方的这些伟大哲学家 他们的思考 他们的论战的焦点以后 我们同时又要从这场论战当中抽离出来 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的思考 对他们的这场争论 等地地得失进行客观的评估 所以说哲学史应该不只是品酒会式的理智对义物 就是我是一个小知识的一种去欣赏 哲学家好像仅仅是做一个酒的这种样品 被提供出来我们好享受不同的风味 当然这是哲学史的乐趣之一 思维本身是有乐趣的 但是评估哲学家思想的强项和弱点更加重要 这样才能够促使我们思维 在这些伟大哲人的基础之上得到掌劲 能提升我们的思考的内功 然后历清长达若干世纪的哲学对话的连续性 就是说哲学史课程 它不应该像是玻璃柜当中的 不同哲学展品的陈列 对于我来说 指导性的图像是哲学是一个庞大的聚会 在那里新的对话不断的开启 而随着新的参与者加入对话 以前对话的主题被重新拾起来 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 强调到哲学史就是对话的历史 而且这样的一个对话历史 它是在一种哲学思想的传统当中的 因此它具有连续性 所谓的连续性就是我们围绕的都是那些哲学的最基本 最重要的问题 但问题是相同的 问题可以不断地在新的背景条件下得到重新的阐述 但是传述的基础是对之前对话的一种 客观的理解和评价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说每一代哲学的对话者 他都加入了这样的一种哲学时代精神的环节当中 这是黑格尔的这个意思 那这样呢 哲学时的教材 它会成为一种有生命的 有活力的一个连续体 是吧 而不仅仅是一个博物馆式的一种固化 陈列在那里的一种知识的物件或者摆设 就是我觉得这本书作者 他在说我这本书写作的目标的时候 他的这个自我的一种评估 自我的一个写作的定位都是特别的清晰的 是吧 那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说这本书的这个特点 特点呢 他说引论部分是学习哲学 为他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思维工具 这些思维工具包括这几点 第一个是激发对哲学史的这个学习 刚才我们讲到了 他说这个这本书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叫做什么 特点 第一个是为学习哲学提供工具 第一个是能够激发 我们对哲学史的学习 第二是提供了评价哲学主张的一个标准 第三是讨论分析论证的程序 和第四点是概览主要哲学问题的类型 主要是这四个方面 另外呢在每一章他会有阅读哲学的 他会有阅读哲学的一个策略 提供了这个四步的方法 分为四个步骤 就带领学生先从获得事实开始 然后进入探究和批判性的这个思考 最后呢亲自参与到 与那个立场的交锋当中来 所以学生要确定足够的自信 在哲学智慧思考面前 人人是平等的 只要你积极的参与思考 下面是具体的说明 首先是使用医治的结构 而且每一章你会发现 他的篇章结构的安排 是非常的这个模块化的 他有这样的基本的模式 第一首先要介绍 哲学家的生平和时代 第二道哲学家 他要完成的主要的哲学任务是什么 他要解决什么问题 第三个是他的知识论 每个哲学家的哲学 都会涉及到知识论 第二个是本体论 或者形而上学层面 第三个是 如果有哲学家在研究道德 或者政治哲学的时候 也会列入 第四是关于宗教和信仰哲学层面 最后是对哲学家的观点 进行评价和惨罚他的意义 基本上是比较模块化的 下一步他会提供哲学论证的分析 这一点就是为了强调 哲学是一个过程 而不仅仅是一系列结果 所以他讨论了 激发哲学家立场的 这些理性或者理智的问题 以及为这些问题提供的支持的理由 那这本书呢 就分析了23个清习勾勒出来的 不同哲学家的论证 提供了哲学论证和分析的模式 比如说呢在第十五章 他说他陈述和分析了 迪卡尔对上帝的英国论证 和他自己的本体论的论证 第二十一章 他陈述和分析的修末 关于所有的英国推理都是谬误 或者是习惯性联想的一种论证 那除了这23个形式论证之外 这本书呢他还讨论了很多其他的论证 这个我们后面阅读的时候就会知道 下一个特点呢是强调 对思想本身的评价 那很多章节呢都是以简短评价 所讨论的哲学问题作为结束的 但是呢这些评价 并不是对哲学家的决定性的反驳 评价和并不是机械的反驳 或者说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说 评价和他要尝试的内容之间 并不是两张品 我们发现我们今天 写文章或者以前我们的传统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教材 往往把这些西方哲学家的这些思想 盖出一番以后 然后马上就说 根据马克思主义等地上如何如何 那这种评价在我看来 很多时候就是两张品 对吧 而这本书呢 它的评价实际上是内在于 这样的哲学的这些思考 是对之前的这些样的哲学思考和对话的一个自然的一种深入 是吧 所以说它是让读者进一步思考的 那所以说这些评价 它是根据需要处理的难题和需要回答的问题提出来的 所以说它说只要有可能 我就给该 我就给出该哲学家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的这些评判 使得这一节成为历史对话的一部分 就是它其实是有着些雄心的 就我的评价不是外在的知识的评价 而是要进入历史对话的一部分 我的评价其实就是我在参与这场对话 比如说第27章 它说它就请读者考虑 理睬假设 如果信念对于我们的主观需要有吸引力 那么它就必然不与客观事实相对于这是否正确 我们知道尼采曾经提出真理取决于视角 似乎真理就是纯粹的主观的相对的 那是不是真理就不需要客观实在性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进一步 或者可以激活大家都去讨论的哲学的问题 下一个点点是它要强调思想的意义 在每一章的结尾它也展示了哲学家的思想的直接意义 和长远意义 所以说是为了让读者准备下一回合的哲学的对话 它讲明了哲学观念如何能够导致顽强的生命力 使它的言绪远远超过作者的时代 哲学很多时候是无心插流的 哲学家这些对话也许是与他们当时的时代精神有关 但它的辐射效应 它的生命力它是永恒的 就这些问题是永恒的 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本身也是永恒的 比如说在第五章 它总结亚里士多德的意义时 就讨论了亚里士多德对后来的文学人物和基督教 哲学家的影响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是非常的大 下一个特点是把哲学家与他们的文化背景相联系 就是每一个主要的历史时期 比如希腊时期 早期基督教到中世纪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启蒙一栋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 它都会用简明的一章进行介绍 就为相关时代的哲学家提供尝尽的那种思想和社会环境 就基本的一个context 它的语境 这样就能够通过这样的关注来推动历史 去询问 推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支配性的关切和假设是什么 就那个时代 他们的根本的时代的关切到底是什么 为了这个关切 我们记住什么样的假设 比如说近代 理性主义思潮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干切 为什么能够从神学的这个数目当中解脱出来 它的基本假设是什么 比如说刘顿的这种物理学 对哲学的一种推动 是吧 假设了这个自然是可以认识的 自然是不神秘的 那所以说每一个哲学思潮背后 有它的基本的假设 但是哲学对话过程当中 又对这些基本假设 会形成进一步的挑战 所以不同的哲学家 如何回应他们的时代的主要思潮 他们如何又反过来影响到他们的文化 对吧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论 而是一个互动论的一个思维 下一个特点是他有很多的图表 这些图表是提供了不同哲学家思想要点的视觉的一个呈现 比如说他说他形象的表现了迪卡尔和诺克 关于感知的观点和贝克莱的存在就是感知的观点之间的不同 下一个特点是促使大家想一想 所以说每一章附有一种思考练习 在各处都散布着 向读者这些思考练习向读者就提出挑战 与刚刚介绍的这种观念进行互动 这不是复习题 而是参与对材料的反思 甚至参与对材料的构建当中 例如说他在第八章讨论了奥古斯丁对恶的问题的处理之后 他就想起读者设想一下 是否在某个时候有一件事令人痛苦 但又被证明服务于长远的良好的目标 就是我们手段的恶是否是必要的 因为它能促成长远的善 这是一个恶的根本的问题 在第二十二章讨论到康德能女学的时候 他又请读者评价一下康德的一个主张 也就是行为的后果 对于做道德的判断不起作用 康德的意思就是 康德我们知道他的伦理学是叫做动机伦理学 或者叫形式主义伦理学 他意思是说真正的道德的义务 它应该是出自纯粹的理性 而不考虑客观的情感 幸福等等目标或者后果 一考虑那些东西就有了经验的杂志 它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那么学生当然就可以围绕康德的 这个能女学 形式主义能女学进行思考 到底道德问题要不要考虑后果 或者在什么意义上 后果才会纳入道德的考量当中 下一个特点是当代联系 就每一章的结尾都有一个关于特殊哲学家 或者历史时期的当代相关性的讨论 就是我们哲学的问题是要跟我们今天的生活要建立关切的 建立关系 如果它跟我们没有意义相关 我们读它干什么 这个是我们一直要思考 那幸运的是实际上所有哲学问题都与我们当下的问题有关 或者说都是能够启发我们对当下问题的不同的一种思考的视角 尽管它从来不提供固定的答案 那他说这是试图展示威廉·福克纳的主张 过去没有死亡 事实上它甚至没有过去 就是也就像英国的一个历史法 历史学家梅英所说的 就英国过去的普通法律制度衰亡了 但是它仍然从坟墓里面在统治着我们 所以说我们都是被过去所支配的 但是到底是被过去的什么所支配 其实是被观念所支配的 我们今天永远是活在各种各样的观念的战场当中的 所以说过去永远没有死亡 比如说在第五章结尾 他讨论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文学批评 当代德性理论和关于人类本性 到底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争论的影响 这些问题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讨论 在今天仍然在讨论 在第十九章的结尾 他说讨论了当代认知科学的争论 涉及了洛克抛弃天赋知识是否正确 或者理性主义者主张存在天赋的心灵结构是否正确 就是我们知道在近代的论女学 主要就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而洛克的经验主义就认为 人的知识是来自经验 人心是一个白板 经验涂抹什么我们就形成什么样的人心 所以没有绝对的天赋的知识 而唯理主义者就主张 我们在接触经验之前 我们就已经有一种心灵结构 正是这样的一种心灵结构 决定了我们的一种认知的展开 结合当代的认知科学的一个发展 那对于这两者之间的争论 又能提供什么样的一种洞察 下一个是术语表 这本书的末尾提供了一个术语表 它使整本书使用的术语 得到了清晰和严格的定义 下面是理解题和思考题 每一章的末尾都有两个问题表 理解题更多是事实性的 就是你首先要对别人的观点 你要有一种客观的一个了解 然后思考题就是在 事实性问题的基础之上 通过做出学生自己 对哲学家思想的评价 以及得出他们的意愿 来参与到哲学对话当中 最后还有一个教师手册 这个教师手册除了包含 测验题和论述题之外 还提供了一些 研究性论文的建议的题目 而且我们自己 读完这本哲学史以后 我们有了这种哲学的一种思维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研究哲学 所以说他会介绍每个哲学家和 激发对他的兴趣的那些小贴士 每一章的讨论题 以及每个哲学家思想的 当代的这些意义 教师就可以通过访问他的特殊网站 找到教师手册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然后下一个小节 他是要建议使用这本书的方式 他说这本书可以用于 已经熟悉主要哲学问题和立场 现在又需要把这些观念 放到他们的历史背景当中的学生 就是你对哲学已经有一定的掌握了 但是你还需要不断地再重读哲学史 是吧 然后换起你的观念 放入特定的背景当中 然而因为他不假定任何对这个科目的一先了解 意思就是说那些初次接触哲学的学生 也可以读这本书 他又是一本深入浅出的介绍性的著作 他说我已经努力表明哲学是进行中的对话 哲学永远是对话 永远是正在进行试 哲学家在他的对话当中 他回应了前人的洞见和部署 每个哲学家都是建议在 既吸收前人的洞察 又看到前人的部署的基础之上 推动哲学的进步 那么每一章有足够的独立性 教师可以使用节显的章组成一门课 例如关于阿奎纳的章 可以作为中世纪的代表 而迪卡尔可以用作近代理性主义者的代表 当然他跳过了斯宾诺沙和莱布尼茨 这个就根据你的如何使用这本书 你可以灵活运用 对于讨论了很多哲学家的章 可以只指定某些节 比如说为了快速和部分的概念 分析哲学设计的广大领域 学生可以只读早期和后期 维特根斯坦的那一节 虽然跳过关键的哲学家并不理想 但是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 和各种材料之间的这样的膀胀 所以我们必须做一种取舍 那教师手册包含的客观题和论述题 可以用来组合成为一种测验测试 另外第一部分也包含了更多的工讨论 用的思考和论文任务 他说我鼓励教师在课堂上 使用这些问题 以强调哲学不是什么人说了什么话的一种清单 哲学不是知识清单 哲学一定包含着对伟大观念的评价和运用 因此呢 而且呢 因为在每一张末尾 学生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题目 作为思考题 所以说可以让他们在课堂讨论之前 就提前去议习这些思考题 对吧 就是带着问题去阅读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看第四版的特点 我们说这本书它是它的第四版 他说这一本呢 我增加了一些简单的一手的阅读材料 尽管是一个哲学史的教材 但是其中仍然有它精显出来的 很多的一手的阅读材料 只有通过一手的阅读材料 我们才可以指导读者深入进入文本 那这些新的材料呢 他介绍了一下 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就哪些材料 他最后一个说明 好 我们看导论的最后一部分 刚才说了 他第四版的这个补充 具体补充的这些阅读材料 我就不展开了 然后呢 他证明说 他还另外增加了五篇 哲学当中的女性的一个简介 这也就是我们传统上认为 哲学都是由男性所主导的吧 那么因此呢 他选择了一些重要的女性哲学家 做了一些书写 是吧 这些女性哲学家 比如在引论当中 他讨论了在哲学解释当中 女性哲学家的缺失 为什么 然后呢 第六章讨论了这个 亚里士多德后的古典哲学的 重要的女性哲学家 亚里三大城的西帕提亚 另外一个是 那个 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 轴学与神学 纳入了这个 冰根的西尔德加德的历史前进 最后对约翰诺克那一章 扩展了对那个 叫做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历史介绍 然后呢 现象学这一章介绍了波弗瓦 最后介绍了 玛丽沃鲁斯鲍姆 这是一个当代的一个 重要的女哲学家 基本上 基本这本书可以说就是 面面积道吧 所以他最后就说一些鼓励的话 希望这本书对家家都能够受益 好 我们关于这个作者自己所写的这个导论 我们的这个代读 就带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就正式的进入了第一章 好 谢谢 再次 大礼 视频 ź